我是社工事理書分 弘毅小女孩 你我耳熟能詳 是台灣最著名的都市傳說 許多靈異節目 更時常拿它來當素材 除了這個之外 在電腦或機房 擺上一包老字號 臨時乖乖 就能讓機器設備 乖乖聽話 避免當機 這些神奇的都市傳說 從什麼時候開始流傳 百科全書 幫您解密 台灣的妖怪傳說 沒有人研究 連台灣的當代的 靈異傳說 都市傳說 這一些也都沒有任何人 來進行研究 面探討100個 台灣的都市傳說 這樣子可以呈現出 台灣都市傳說 比較完整一點的樣貌 台灣第一本都市傳說百科 共收錄100則各地怪談 以跌倒的小綠人為例 1999年出現在 台北街頭的小綠人 隔年就出現 小綠人跑2萬步 就會跌倒的傳說 但其實背後原因 跟LED產業剛萌芽 息息相關 紅綠燈號 是出現沒有多久之後 這傳說就基本上就漫步在拳台上 對 那有人說 這個小綠人是因為工程師 所以就無聊 想要設計一個彩蛋 所以他才會跌倒 有人說是養工處說要提醒 寫人要注意自己走路的方式 所以才刻意設計這個跌倒的方式 另外不能用紅筆寫名字 否則會短命的禁忌 會有這樣的說法 是因為自古以來 此刑犯的名字都用紅字書寫 墓碑上過世的人的姓名 也都是用紅色 都市傳說充斥大量謠言與假新聞 現在有了百科抽出剝繭幫您解答 八大新聞綜合報導 18位玩八方鎖定八大名聲新聞 記得按訂閱開啟小鈴鐺喔